看到這是路透的獨家報導 就說在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美國的聯邦調查局 國務院 還有國家情報首長辦公室 找了十多名的參議員 來進行機密簡報 簡報內容是什麼呢 他們就告訴參議員說 這一間來自中國的製藥公司 叫做藥明康德 未經同意 就把我們美國客戶的智慧財產 還有他的個人資料 交給了中國政府 他們認為這是非常危險的 說還有其他中國公司也是涉案 而且對美國來說是一場國安威脅 那麼對於這樣的說法呢 藥明康德他們的副發言人 則是回應說他們並不知情 不知道有所謂什麼資料 被交給了中國政府的事情 他說所有資訊 他們都是依照客戶指示所保存的 沒有違反美國的法規 另外中國駐美大使館 則是反批說這根本就是一個毫無根據的指控 他說誰要來呢 說我們中國的製藥公司 有把資訊給呢 違法透露給中國的話 那應該要負舉證責任 那麼我們看到的是即便如此呢 不過這一項機密簡報就推升了 緊接著在三月六號的時候 美國通過了二零二四年禁止外國 獲取美國基因訊息法案 基於國安理由他們禁止政府補助 耀明康德 中國華大基因等被認為是背景有問題的公司 也不能把業務外包給他們 為的就是要避免外國對手來獲取美國人民的基因資訊 因為他們很擔憂 這些資訊會不會被中國用在軍方 我們來看到是眾院的中國問題委員會主席 蓋拉格他同樣也點名這間公司 他說耀明康德等一些公司 其實是跟中國軍方有關的 所以他也提出了類似的法案 以上訊息給我給您 也請去鎖定華視新聞 哈囉 我是蕾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請坐下